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根据年月日时所排列而成 而十二生肖其实是八个字里面的其中一个字 虽然没有八字来得精准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大方向的考量 好 话不多说 马上我们就来看看十二生肖在2017的来年运势如何 在丁优基年里 叔叔的朋友受到众多强大的急性的帮助 只要能够避开是非争端 也不要自寻烦恼或抓牛角尖 那就能够迎接一个喜事连连 安稳如意的年份 喜庆连连再加上贵人心的帮助 流年财运算是不俗 我建议可以多听从身边女性的建议 或许会有不错的收获 切记 在这个经济低迷的世道之下 投资不可以过于激进或冒险 属朋友健康上没有太大的毛病 但凡事纠结 忧郁寡欢是今年最大的问题 若是终日悲观 好运怎么会来呢 所以切记 凡事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喜事不断的年份里 无论是单身 有伴侣或已婚者 都能够甜甜蜜蜜 单身者要主动出击 以免错失良机 工作上有良好的表现机会 尤其从事女性相关行业 或是女性直属上司的朋友 今年更是好运连连 谨记 沟通方式必须温和 不可动不动就发脾气 惹怒了小人之鱼 也会将贵人吓跑 给属属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喜事连连 属之不尽 凡事想开 好运自来 牛朋友在获得大吉星相助的情况下 雄心显得黯然无光 只要依照指示 定能过一个 气势如虹 牛气冲天的纪念 正财 偏财运频频 事到不佳的情况下 投资要加倍的小心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 而陷入财务及人际关系上的危机 建议进行稳定投资与储夕 获利虽然不多 但也相对的风险较低 健康运尚可 但要小心提防雪光意外 此外 饮食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生冷的食物及烟酒 就能免则免 避免病虫口入 感情运颠簸 有伴侣者避免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感情 单身者则要提防小人不断挑拨 你与心仪者之间的关系 保持头脑清醒 不随意听性谣言 才是正确的做法 急心拱躁 失业运良好 无论是打工或创业者 都能够事半功倍 需注意工作上 应该尽量少与人结孕 多做少说 才是继续维持己孕的方法 给属牛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官贵亨通 牛转乾坤 兜守精神 盛防雪光 对于虎朋友来说 今年是一个极星高照的年份 不仅能够获得强大贵人的帮助 事业上也能够排除万难 获得良好的成绩 急心高照下 正财或偏财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感应 需要注意的是 破财心也随伴在策 金额过大的投资 也要加倍的小心 轻举妄动 会让自己陷入破财的危机 健康上不会出现太大的状况 只要保持良好的休息 均衡的饮食就能够长保健康 但是需要注意小型的雪光之灾 驾驶时不可分心玩手机 保持专注力范围上策 熟虎的朋友感情运频频 有伴侣者遇到问题的时候 需要耐心解决 恶言相向只会让问题加深 建议买一些小礼物 哄一哄伴侣 增进感情之余 也能够化解破财之灾 一举两得 失业运良好 不仅能够得到长辈上司的帮助 凭着优越的表现 也会让顾客战不绝口 成绩优越的情况之下 难免会招惹一些小人 只要行得正 做得直 就不怕小人的陷害 给属虎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吉星高照 虎虎生威 谨慎理财 提防小人 兔朋友在新的年里 吉星暗宕 再加上直冲太岁 凶星多的情况下 切记 凡事不可鲁莽行事 得罪别人 打起十二分精神 步步为营 才能够度过暗潮汹涌的年份 直冲太岁再加上凶星作祟 兔朋友在财运上的确陷入窘境 切记不要陷入金钱游戏及借贷担保之中 以免让自己本身糟糕的运势雪上加霜 建议将钱财投入稳定的长期投资 储蓄或保险之中以免破财 饮食方面要多注意 不可为了节省时间而吃不定食 直冲太岁及犯血光的年份里 建议可以在步入新的一年后 进行捐血或洗牙的活动 藉由出血来化解血光之灾 感情运不佳 情绪上容易受到波动 单身者不可终日板起面孔 这样不仅心仪的对象 连贵人也会被吓走得不偿失 受到直冲太岁及众多凶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打工或是老板阶级都应该步步为营 尽量避免太大的动作以免影响运程 建议少说是非 静静夜夜的做事 才能为自己趋吉避凶 给属兔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直冲太岁糊里糊涂 谨守钱财不可高调 运势亨通万事如意 是龙朋友在2017年里的最佳写照 大吉星拱照的情况之下 龙朋友定能够龙腾四海一飞冲天 龙朋友今年虽然吉星高照 但投资方面需谨慎 切记整体经济不良的情况下 不要有太大的动作 保持稳健才是最好的投资方案 健康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摄取足够的营养及运动 才是保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千万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而废寝忘食 谨记健康才是财富的道理 感情运良好 单身者可多参与聚会以及团体活动 有机会从中寻得心仪对象 有伴侣者在吉祥如意的年份里面 有机会完成终身大事 已婚者感情融洽 家庭和谐 失业运无往不利 做生意的朋友 切记要拓展人脉 贵人自然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助你一臂之力 打工族在机会面前切勿戳脱 好好地把握机会才是让你扶摇直上的关键 给属龙的朋友的十六支真言 即兴散药 龙飞凤舞 把握时机 切莫戳脱 今年对生肖属蛇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有口福 人员家一多学习的年份 只要保持闲事莫里 少与人发生争吵 才是保持运势平稳的关键 财运平平 今年绝对要做一个精打细算的消费者 不要胡乱地花费 购买一些奢侈品或非必要品上 建议多参与公司及同学聚会 饭局上将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流年健康运没有太大的毛病 但要多注意小人是非所带来的情绪及心理问题 切记要保持心境开朗 难得糊涂 反而能够让你更开心 是非多端的年份里 感情运的起伏也较大 单身者要多点耐心 不可操之过急 受到凶心的影响 有伴侣者容易与另一半意见不合 彼此间应该多忍让 才是正确的做法 私悦运普通 同事之间容易因为意见不合而产生摩擦 切记要好好的管理情绪 千万不可发脾气 建议主动与同事进行沟通 这样才能够改善关系 给属蛇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小人是非 蛇见唇枪 参与聚会 结识贵人 新的一年里 马朋友不仅红软心动 桃花旺盛 更能够获得财新及福星的帮助 事业 财运皆能够顺风顺水 受到良好财新的帮助之下 马朋友啊 正财 偏财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感应 今年灵感不断 一些小投资也能够让你获利 切记要把握机会 运势良好的年份里 健康自然无大碍 必须提防财多身弱的问题 千万不要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健康 保健永远是保持健康的不恶法门 红软心动的年份里 感情运虽然不错 但也不可以得意忘形 须注意烂桃花 千万不要行差他错 单身者呢 则应该好好地把握机会 不可措施良机 有伴侣者与异性独处的时候 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事业欲旺盛 打工一族能够获得表现的机会 只要能够把握机会 升职加薪之外 前途更是一片光明 切记 做事的时候 应该多加谨慎 减少犯错 才能够提高成功的几率 给属马的朋友的实力之真言 就是 红软心动 马道工程 努力积极 谋事可成 受到凶心多 而急心少的影响 羊朋友在新的一年里 比整体运势较为颠簸起伏 不仅容易招惹小人的妒忌 作税 财运方面也欠佳 运势不佳 再加上破财 让你倍感懊恼烦心 风险大的投资 借贷及担保 必知则疾 千万不要卷入金钱纠纷当中 建议多储蓄 将钱存放在定期存款 避免破财 羊朋友容易感到力不从心 留年礼应该避免参与 白事或探病等活动 以免沾上不好的气场 而影响了自己的运势 带来不利的影响 感情运不佳 单身者不容易遇到心仪的对象 就算遇上了也会让你倍感压力 有伴侣者则必须好好的照顾 彼此之间的感受 互相体谅才能够维系彼此间的感情 事业上要多加小心 无论是大公主或老板阶级 做起事来都会有些阻碍 倍感烦心 向创业者切莫轻举妄动 贸然行事只会搞得你焦头烂额 给属羊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 就是凶性当道 此与之羊 远离是非 明则保身 病夫入座的一年里 侯朋友不可以因为学业或工作 而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 适量的放松心情 以及身体检查 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 财运不济 精神难以集中下 切勿胡乱的投资 大金额的借贷则能免则免 避免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受到病夫凶星的影响 健康方面会出现许多的状况 必须注重均衡的饮食 多休息 以免让身体健康超出负荷 建议做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 也可以购买医药保险 减低风险 人际关系普通的年份里 感情运只数一般 单身者谨记 宁缺勿滥的道理 不要因为一时的意乱情迷 而做错决定 有伴侣者则必须减少争吵 需明白 家和万事兴才能够提升运势的道理 身子不佳的年份里 职场上总是力不从心 小小的事情也会让你倍感压力 切记什么领域都会有压力 要学会舒缓压力才是正确的做法 千万不要怨天尤人 给属猴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 犯太岁再加上凶性的影响 今年财运起伏较大 消费时应做出正确的规划 不要搞到预知或透支 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 应该多储蓄 以备不时之需 本命年礼应该多注意健康 小病痛及无望之灾 会频频找上门 感到身体不适时 必须认真地找出病痛的根源 不要因为怕麻烦而让病情恶化 整体桃花孕平平 要好好地经营人际关系 如亲友、上司、同事 甚至于邻居朋友 因为他们都会成为你重要的人脉 为你带来良好的桃花孕 失业孕不俗 虽然整体经济不佳 但只要你保持正确的经营及工作态度 顾客肯定会对你不离不弃 切记,生意贵于长线 良好的关系才能让你长期受力 给属鸡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太岁当头,鸡胸参半 长保正观,必获得福 属狗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 极心强而凶心弱 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凡事都能够逢凶化即 让你高枕无忧 财运不俗 除了正值以外 有望在投资方面得到良好的收获 建议多听取长辈的意见 除了能够让你避免走冤忘路 也能够让你获利 受到凶心及晦气的影响 健康状况频频 切记不可忽略健康的问题 避免吃不定食及不健康的恶习 健康的饮食才是宝剑之道 感情运起伏 单身者在没有因缘性相助的情况下 难以遇到真正适合及理想的对象 但可多留意身边的男性 或许他能成为你的红娘 为你介绍心仪的对象 职场上将得到男性上司或顾客的帮助 让你事半功倍 切记 适当的应酬是工作的需要 但是不恰当的应酬 只会对身体健康及财运 带来负面的影响 让你得不偿失 给属狗的朋友的实力是真言 获得贵人心及消灾心的扶持 今年里诸朋友运势如意 只要谨记闲事莫理 并以积极的表现自己 便能够安枕无忧地度过一个顺岁年 受到贵人心的帮助及提拔 新的一年理财运良好 无论是政财或者是投资 多吸取身边贵人的意见 加上自己的分析 定能够让你猪笼入水 健康方面容易出现状况 需了解病从浅中医的道理 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 保持良好饮食及适量的运动 还可避免病痛的困扰 负面情绪影响了你的感情运 对于有伴侣或成家的朋友来说 这股不利的情绪对你影响更大 建议不要将事情藏在心里 多沟通才能够解决问题 事业上属于一栋不移境的一年 无论是打工或是老板都应该多走动 尝试到外寻找机会 而不是守株待兔浪费运势 给属株的朋友的神立志证言就是 贵人扶持心满意租 闲事莫理胜防无测 听过了这十二生肖的运势分析之后 我相信大家对自己在来年的运势 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更仔细的话 欢迎上网订购 或到各大书局去购买一本 罗一鸣开运招财万事通 最后我罗一鸣在这里再一次祝贺大家 今年行大运 良机处处 金鸣圣诞 恭喜恭喜